鱼目混珠,以甲断针,如何辨别黄金针呢? 用牙咬,用手边,听声音,看颜色,明星手段究竟能否识别黄金? 针金不太火焰的说法,究竟有什么奥妙? 实验验证发现真相,权威专家现场点评,黄金的真真假假,原来如此即将播出 在熟悉的生活中发现科学的神奇,用实验来揭开传言的真相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原来如此,我是丁怨怨 首先呢,掌声有请今天的实验主持人张腾月 大家好,我是张腾月 今天呢,我在这里同样会带领我的团队,共同给大家呢 用实验以及科学的方法呢,去辨明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 又变面了 今天啊,又是带着任务来的,带着实验来的 您看,又得先跟我们面前的三位打招呼了 那是火眼金睛的评委老师 一号嘉宾崔东亮,从事通信行业市场营销工作 二号嘉宾刘飞,从事传媒工作 三号嘉宾董霞,从事财务工作 好,欢迎三位 愿望老师,咱们今天说点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啊,就在这儿,来,有请 够神秘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神秘话题是吗 今天我们要聊聊墨镜,是吧 是,聊聊这身打扮 它好酷啊,它很酷 聊聊聊这个是吗 那这两副手套是给我们准备的吗 是 行,咱们一会儿给它打开吧 是吧,你太客气了 只有我真的想到了,揭开飞布以后同月的反应 这,这得多大啊,这一块 我刚想问你,你颠颠要不给我一个数 不用,这块人写着呢 25千克 25千克,多少钱,快算 快,一,二,三,快,行,你超时了 大概呢,是要有一千万的价值 都没见过吧,这么大个的吧 我们真是 来,我们也让 这太好了 收敛一点,收敛一点 我们也让三位来嘉宾看一看 对,对,三位也可以来看一看 三位手套都戴好了,洗刷刷的 小心啊 沉吧 沉,沉沉 摸了这么大金子吗 没有,没有,确实没有,我也拿不动 给我,我都拿不动 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千万的东西 对吧 哎呀,这,这 好重啊 好重吧 哎呀 千万 不许死生了 不许死生,不许死生 啊,好沉啊 我去 是哆嗦 我说你这身体也太乱了吧 包块金子就抖 都没有你这么那 我,我 这也愿意拿着 没事,接着往下进行 说吧 每个人看到价值千万人民币的这个黄金的时候眼神啊都有这个些微贪婪的目光在里面 刚才接触了一下 你们觉得这金子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我看上面写的是真的 竹金 上面写的是真的就是真的呀 我觉得它比我们印象当中看到的金子要更闪亮一些 就是那面金光闪亮的感觉都能当镜子掉了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会有点其他的成分在里面 不是纯金 嗯 也不敢说它就是百分之百的真金 对 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我觉得很沉嘛 真金应该很纯 你可以让我拿到家里检验一下也可以 在这儿等着我呢 今天呢我们就要讨论的就是如何辨别黄金的真假啊 到底这个 刚才看到价值千万的这个黄金是不是真的 我们要留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来揭晓答案了 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黄金究竟是什么 黄金是世界上最奇妙的金属之一 它的化学符号AU是从拉丁文朝霞一词衍生出来的 意思是曙光 地球上黄金总酬量大约有48亿吨 其中99.7%在地核和地蔓里永远无法开采 剩下的分布在地壳和海水里 这其中90%以上也难以提取 因此人类能够得到的黄金十分有限 难怪黄金身价昂贵 正因为如此黄金价格的任何一点波动都会引起消费者的极大关注 2012年5月中旬 黄金价格下调的消息就引发了一阵火爆的购金潮 各大黄金卖场可谓是人满为患 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对黄金首饰的追捧 也给不法之徒获取暴力提供了机会 市面上存在着以各种手法制造的假黄金首饰 以刺充好 以假乱真 鱼目混珠 真假莫变 这样一来 怎样辨别黄金的真假就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 好 看来我们大家对于假黄金首饰这个问题呢 还是非常关注的啊 让自己赔着前不说 他有些造假的时候啊 掺了一些别的东西 带久了呢 没准还对身体有害 这就得不偿失了 咱们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啊 易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去寻找辨别真金的好办法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到场的专家 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副主任柯杰女士 欢迎您的到来 柯女士有请 柯女士您好 我得把手套拆了 你好 你好 咱们今天要请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这个真金 但是我就想问一句 这是真的吗 要经过检测 这都不敢保证要经过检测 当然 好的 那请您先落座啊 谢谢 好 想问问院院啊 院院你知道有什么鉴别真价黄金的办法吗 黄金怎么样才能知道它是真是假呀 三分有什么高招吗 原来咱们看电影看电视剧 很多情况都是哎 把金子给到那个商家 然后他拿牙当时咬一下 是这样吗 对对 咬金子应该是能辨别的一个方法 又牙咬 你也不怕吞金而亡 谁舍得咬啊 有句话叫做真金不怕火炼 所以我觉得就是金子都是炼出来的嘛 炼金炼金 真的金子如果用火烧的话 我觉得它是不会有什么改变 第二种的想法 我是觉得 就是经常老人家带我们去买金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说 颠一颠金子 看它的重量 还有我就是看到一条那个信息是说黄金是世界上最黄的金属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颜色橙色上面可以也做一些的鉴定 你办法还挺多的 黄金没小买吧刘飞 对对对 特别着迷 黄金重 说用手颠一颠 如果压手的话 说哪个重哪个就是黄金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呢 都说黄金软嘛 说它吊在地下呢 弹不起来 没有弹 对没有声音 看来您也是一个购买黄金的老手了 不是对黄金手势喜欢哪个女人好像都回去了 总结一下 一共是五种方法 是吧 你们两个有一个方法是类似的重叠了 对 那这五种方法当中到底哪一种是可信的可行的 我们先从小崔的这一条开始 第一条传言就是用牙咬黄金可以辨别黄金的真伪 这是真的吗 好 我又把这个大金块拿起来了 这是我今天最愿意干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真像你说的 拿牙咬它 下不了这口 看着多漂亮的东西 所以啊 咱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金片 这是一个千足金的金片 不过说到这呢 可能我们不少观众啊 也可能有这样的疑问 经常我们买金手势的时候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写K金的 千足金的 足金的 或者什么什么24K的 是吧 这都是什么概念啊 千足金是值钱的 还是24K值钱的 这个您是高级工程师专稿这个的 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千足金呢 就是说这个金的含量 是大于或者等于 99.9% 这个就叫千足金 就是纯度极高 对 几乎不含大质 对对 那么足金呢 就是金的含量 大于等于99% 就是两个九 就是特别纯了 对 那么K金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是金元素 和其他的金属元素 比如银铜 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 形成的合金 那么叫K金 那么K金的特点呢 第一它一定有金 那么它还有其他的金属元素 我们通常见到的18K 就是它的金的含量呢 是大于等于75% 还有我们也可以见到14K 它的金的含量 是大于等于58.5% 那这个24K呢 24K它理论值是100% 24K理论值是100%啊 对 哇 天呐 那24K比千足金还要纯是什么 这个是理论值 那么在现实当中 24K金呢 应该说是不存在 因为没有这个 这么精确的提纯的办法 把所有的杂质全部排除 跟您一聊 真是长知识啊 现在咱拿的是一个千足金片啊 小薰 你既然说拿牙来试 你先试试呗 小心别吞金啊 这咬的金呢 不为中毒啊 这古人不是老有吞金自杀一说吗 对 柯老师 您给说说 这吞金真的能自杀吗 我小时候问老人 老人就说 因为金子沉 把肠子给坠穿了 是这样吗 吞金自尽呢 在古代 因为提炼技术不高 那么金都不很纯 那么金的半生元素当中 有很多 比如拱 身 这些元素 都是对身体有害的 另外刚才您说的 就是黄金是 这个密度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个元素 那么它吃进去之后呢 会沉积在消化道里呢 那么会对消化道有一个伤害 所以呢 吞金自尽呢 应该说是有它的科学道理 那么现在呢 因为我们这个 黄金提纯技术都很高 您拿的这个标本呢 都应该是三个九以上的 这个纯度 那么就是你现在去咬 你也可以放心大胆地咬 就是即或是有微量的 这个金属进入到你体内 应该理论上讲 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试一下 这大时候牙要坏了 主持人得陪我几个金牙 等等 这不关我的事啊 您自己说要咬的 但是我也建议你别拿虎牙呀 门牙去咬 拿草牙刻一下 上面是有牙印了是吗 你这劲儿也忒大了 哎呀 到底不是自己家的不心疼啊 不过啊 你看啊 咬的这个不删 我们这还有别的 你能给再帮忙咬一咬吗 这个 白金 哎 一样有牙印 哎呀 两块了 我这还有一片呢 这你再咬呀 哎呀 还有牙印啊 小崔在三个金属片上都留下了自己牙的痕迹 这样你就是化成灰 我们都能够发现你的存在啊 都咬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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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这样咬上了 悠悠老师试试 还真都有明显的牙印啊 这是不是特别好咬啊 应该还行 你可以试 我觉得特别好咬 哎呀 这颈头真的太 哎呀 这也太好咬了 就轻轻的一咬 就一个很明显的印 那肯定这是金子 这方法也管用 对 来来来 刘飞和董女士也看看 我觉得咱们这第一个办法 看来是可行 这么多牙印啊 这是他的牙印 这是我的牙印 都有牙印 那怎么能鉴别出来 哪个是黄金呢 这三个东西啊 它都有牙印 但是只有它 才是钱租金 这两个都不是 一个是银 一个是铜 我觉得这个办法 也挺不靠谱的 你比如把这金银铜 放在面前 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我没那么傻 非要拿起来咬一口才知道啊 我们这位同志 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自己的牙齿有多好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 如果这是一个假的 对 有人把它镀成一层金 告诉我们这也是金 可能依照他这个办法 我们就上当了 对吧 一口咬下去 有牙印 是金的 揣兜里了 回家了 到时候真的用的时候 一看它不是 它是一块银 那价格可就差得太多了 这样就存在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方法恐怕 不大靠谱 是吧 柯老师 刚才用牙咬这个实验呢 应该说是 我们用了一个 就是固体材料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性质 就是它的硬度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硬的物质是钻石 那么我们在描述 固体材料硬度的时候呢 有一种办法 叫做膜式硬度 那么钻石的膜式硬度 就是最高的一个级别 10 我们人的牙齿的硬度呢 大概是在6到7之间 人牙有6到7的膜式硬度 那么硬啊 对 人的牙齿表面的那层 柚是一个就是磷酸盐 它的硬度也是蛮大的 相当于翡翠的硬度了 差不多 对对对 你很专业 就是金属材料的硬度呢 我们在这个 就是说在材料学上 一般的不用模式硬度来形容 但是它们呢 可以有对应的模式硬度 黄金的大概是在2.5到3之间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钻石的模式硬度是10 人牙齿的模式硬度是6到7之间 而黄金相对应的模式硬度 是2.5到3 纯红的相对应的模式硬度是3 银相对应的模式硬度和黄金一样 也是2.5到3 刚才我们这位小崔是吧 小崔 他咬了三块标本 分别是金银铜 我们看到标本上都留了牙齿印 那么就说明很多金属材料 它的硬度都比较低 我们用牙都能够咬出叶来 所以用牙咬黄金来区分哪个是金 哪个不是金 那么这个方法应该说是不太可靠 就是它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谢谢小崔 谢谢 上市休息 谢谢小崔 也谢谢柯主任的解释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破解第一条传言了 用牙咬来辨别黄金的真伪 显然是不可行的 刚才还有什么方法 第二条 那个用手颠哪个程式 看分量是吧 如果您说是压手 那就应该是真的 真的 好 我看看这回同院有什么压力实验 大姐 您既然说靠掂量就能够掂量出来 这黄金是真是假 这么着吧 我考验考验您这个手的感觉 我这儿呢 有两块差不多大小的东西 一块是金子 一块是银子 您就给直接掂量掂量 您看看哪个陈 奶奶青 还是金子陈 好 还是金子陈 来 刘飞 掂量掂量 差不多吧 小崔 别咬 别咬 这回不能咬了 别揣兜了 我觉得你真的好像更沉点 好像沉点 我这儿有一个灵敏度很高的秤 我们来秤一秤 23.569克 这是银子 我们来看看这金子 这明显沉了 不用穿了 金子已经33了 金子沉 还是这块金子是比较沉 我们可以看到呢 几乎是差不多大小的金子和银子 那肯定金子要沉一些嘛 因为它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黄金的比重约为19.32克每立方厘米 银的比重约为10.5克每立方厘米 那么我们都知道水的比重约为1克每立方厘米 如果它们的重量都是1000克 那么银的体积将是黄金的2倍左右 而水的体积将是黄金的近20倍 黄金的密度要大 所以应该要沉一点 那这么听上去 董女士这个用手颠分量的方法 应该是靠谱的 对 那我们现在准备了些手势 三位可以依次来体验体验 咱们拿手来颠量颠量 这四项手势呢 有手链 有戒指 有耳环 我们分别标的是ABCD 你先来 不知道有几个是真的几个是假的 我真不知道 我觉得这C和B沉点 沉点是真的吗 是 这两个肯定比这两个真 就是真也有真的程度 假也有假的程度 是吧 就是A和B太假了 对 A和B不真 C和D相对真 对 相比较 相对真 你要挑一个谁更真呢 我喜欢D字母 D吧 D 好 不是选择题 答案选不中 都选C吗 刘飞来试试 C的橙 可能是因为它的 就是珠子多嘛 可能用的材料比较多 嗯 那我觉得还是D应该是 最真的 对 这 就再真也放下吧 啊 再真也放下吧 啊 好 压手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 是真的 是吧 这个最压手 最压手 好好好 好好好 小好好好 来 这个 愿愿老师也看半天了 也没机会啊 哎呀 真是 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来来来来 这个 这个挺沉的 哎呀 这假的 假的 啊 这个最沉了 我觉得这四个 ABCD都不是真的 嗯 他们都说D是真的 你没说D不是真的 你觉得你摸摸 我觉得挺压手 倒是确实压手 压手 我觉得应该再沉一点 还应该再沉一点 对 再咬一口 再咬一个 咬就算了 万一是真的咬不好啊 好 刚才呢 我们也试了试啊 四倍 包括我们的愿远 都体会了一下啊 大家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们再次看一看啊 ABCD 大家认为 哪个手势是真金的 可以举牌给我们看看 都选D呀 你刚才不是还有C呢吗 还选D 听没区别 哦 没区别 哦 这回都比较统一啊 就把愿远一个人甩到旁边了 我也订不了 这 柯老师给你看看 好 颠分量这个事情呢 首先呢 它是要有一定的前置条件 就是说 它的这个首饰的外观形状体积要差不多 你才能颠出来 哪个沉 哪个青 另外呢 颠分量呢 还需要一定的经验 比如说 每天都能够接触到黄金制品的人 那么它可能上手的感觉 和我们通常不怎么摸黄金制品 那你上手的感觉肯定就是不一样 所以呢 最好的办法还是要经过测定 颠分量呢 即便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它也不太准确 那柯老师既然说 这么根本是看不出来的 那索性我们拿到场外啊 用专业的仪器来检验一下 今天我们带着这些首饰 特意来到了国土资源部 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 在这儿我们一探究竟 您好 刁好是吗 你好 您好 我们呀在做一期 如何鉴别黄金真甲的节目 在这儿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四款黄金首饰 想请您通过这个 咱们专业的设备来建议一下 到底哪一款是真金 可以 可以没问题 我们今天使用那个 这台射线 这台仪器用微数X射线 照射到被检测的样品上 并根据产生的荧光反应 来判断被检测样品的成分和含量 让我们来看一下 小宁带来的四件首饰 在它的火眼金睛下 能否现出真身呢 都说呀 这个黄金的比重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重量是最重的 怎么先检测一下它吧 选项C的这串项链 大家都说它是最重的 那么经过这一台专业的设备检测后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是它成分已经分析出来了 一点筋都没有 主要成分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现在就像表面比较分析 能看到了就是铜心液 铜心还有液 对对对 这一台设备果然够专业 原来C这串项链是假的 它的主要成分是铜和液 那么A这枚链纸检测结果又会如何呢 也是铜啊 对 这回主要就是铜啊 对 原来选项A的这枚戒指的主要成分也是铜 它也不是真正的黄金戒指 咱们再看看这个 最轻的了 大家都不太看好的这对耳环 检测结果又会如何呢 哎呦 这个是银的 真是悲想到 这对重量最轻的耳环 反而是真正的黄金 那么现场的嘉宾可都认为 D才是真正的黄金戒指 D D D应该是最真的 对 就再真也放下吧 我觉得这个是 是是真的 是吧 这个最压手 最压手 那么这枚戒指的材质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事物以待 原来大家公认的黄金戒指D 竟然是假的 它的主要成分也是铜 而且还伴有微量的银和镍 现在呢 只有这个B耳环 才是真正的黄金 这个黄金呢 有非常好的延展性 它呀被做得很薄 邀老师还告诉我们呀 仅凭颠重量来鉴别黄金的真伪 是不够科学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下一个结论啊 刚才我们说这个方法 说用手颠缝量 可以来辨别真假的黄金啊 这个方法显然是不能够单独使用的 是吧 有很多的前提 所以这条传言呢 也破解了 好 辨别黄金真伪 到底用什么办法最可靠呢 我们已经试过了 第一个是用牙咬 不行 用手颠缝量 也行不通 第三条传言就是这样说的啊 说这个真的黄金啊 落地有生无韵 没有弹性 一般啊 东西掉在地上 它有一个噹那种声 是吧 无韵 我觉得是不是说 把真的金子扔在地上 它没有那个金属的回响声 这是我的理解 古诗词里面形容 那个手是碰在一起的 那个声音叫环配叮当 所以我觉得有声 可能指的是那种金属 尤其是金手是可能碰在一起 会叮叮作响 但是无韵 我觉得因为刚刚咱们试过了 那个金的硬度很低嘛 它是很软的东西 你想象咱们把一个面团 扔在地上 它肯定是没有任何弹性 没有什么反应的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很软的东西 扔在地上 它不会有什么很好的弹跳性 所以你同意是有声无韵 你觉得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我觉得还可以考究一下 小崔你还没发表意见 你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吗 实在是没扔过 有也不舍得扔 看看童越和他的实验团队 有什么样的实验 可以来佐证这个办法的可行性 我估计这屋里 咱听的不大真切 屋里收声设备也不好 这桌子呢 也不是标准那种地面 咱这么着 来换到场外去试一试 感受一下 这两枚戒指中 只有一枚是黄金戒指 但从外观上很难分辨 接下来 我们将把它们分别从相同的高度 抛到大理石地面上 看看在落地的瞬间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看看放慢的效果 假戒指落地时 发出了悦耳的回响声 而且弹跳得很高 而真正的黄金戒指落地时 声音很沉闷 没有弹跳力 你看他们声音差别多大 这方法我觉得应该可以 到底在选购首饰的时候 能不能通过这种办法 把它扔在地上 从声音上来判断真伪呢 客主任您就帮我们来分析分析 刚才做成首饰之后 做成了戒指 这个落地之后的不同状态 这说明了黄金的什么特性 抛黄金听声音这个实验呢 其实它一技的一个原理呢 就是这个弹性和塑性变形这样的 一般的固体材料呢 在这个受到外力的这个情况下呢 它会有变形 那么变形呢又分为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 那么弹性变形呢是定义呢 就是说在受到外力的时候 这个物体会产生形变 但是这个外力消失以后 那么这个形变又会恢复 那么这样的叫弹性变形 那么塑性变形呢就是说 当物体受到外力的时候呢 它产生变形 那么外力消失以后呢 它的这个变形不再恢复 那么黄金大家都知道 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也就是它的塑性非常好 例如在一些黄金首饰的加工厂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工具 将黄金拉成很细很细的丝 也可以把这个黄金制成很薄很薄的金薄 那么这个金薄呢能薄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用手碰到了金薄 就会粘在手上很难下来 就说明黄金的延展性非常好 那么这样的这个金薄材料呢 一般来讲它的这个刚性 就是它的弹性变形 都是这个不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实验 听到这个黄金摔到地上以后 这个声音很沉闷 实际上就是这个冲击力有一部分能量 它已经变成了这个导致这个物体变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但我觉得这扔的是戒指 所以可能声音的区别能大一点 如果是扔项链的话区别应该没这么大 那么这个变形呢除了我刚才讲的 跟材料本身是什么什么元素构成的有相关 它还其实还跟形状也相关 刚才这个二号李嘉宾也讲了 那么戒指掉到地上的声音和项链掉到地上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其实这个呢就是它的形状不一样 导致的这个声音有差别 所以呢这个实验呢它要用要完全用它来区别这个真假黄金 应该说也是不确定的不靠谱的 黄金落地有声无韵没有弹性 通过这个方法来辨别黄金的真伪也是不可行的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黄金啊越黄就越纯 这个传言是真的吗 因为我是查过资料的 就是资料显示说黄金的确是世界上颜色最黄的金属 所以我觉得从橙色上来看 比如说你一看就觉得它没那么黄 它肯定不是真的 靠颜色来辨别那个黄金的那个真假 我觉得这个不靠谱 您就根本就不认可这种方法 就算一块假的那个金属 它要想做的跟黄金颜色一样 这个其实是可能不是什么难事 可能做的比黄金还想黄金 好究竟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还是交给腾越 这样吧既然有人说行是吧 谁说的行 刘飞说行 就刘飞说行了 那行刘飞 我这儿有四条项链啊 有真有假 您来看看 只许看不许摸 我觉得应该还是D 是什么 可是那个C最黄啊 我觉得C是发有点橙 有点红的那个感觉 比较纯正的黄 我觉得还是D 我觉得这个四条里面 颜色最靠近那个纯金 我觉得是C 就是纯金在您心目中是这个事 我觉得要说跟那个金 就跟我那金钻比 这A这个颜色跟那个最相近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真的几率比较大 来来让这个辨别金字的高手 愿愿来看一下吧 对对对 刚才已经失手一次了 我这回要帮回颜面啊 好吧 我觉得没有真的 没真的 对 都是假的 你都不是很黄 中间这个C太黄了 一般骗子才会把这个 金子做得这么黄 反正我的答案就是 我觉得都不像真的 都不像真的 你赶快记小答案 都不像真的 都不像真的 柯老师给看看 您来帮我们看看 这四条哪条是真的呗 如果就是说 在现场的环境当中 因为没有分析仪器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 试金石的办法 来试一下 看看哪个是真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您有吗 我今天这有一块 试金石 那么我首先呢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试金石 试金石呢 它是一个 在没有现代分析测试技术的 前提下 应该说是 它是相对科学的 那么试金石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首先 它是一种硅质盐 那么它的颜色 应该是黑色的 这个主要方便观察 黄金调痕的颜色 我们可以在这个试金石上 画一下这几个样品的调痕 然后呢 再点一些硝酸 我们就可以看出究竟来 点硝酸干什么 那么黄金 那么它的调痕 也是不容易硝酸的 就是说点上去 它没有变化 这一般都是黄金 如果点上硝酸 它有变化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 它都不会是金 或者是纯金 好好好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好 这手势我也都拿走 好 A 这是B 这是C 这是D 好 我们现在 小酸低上 如果有变化 就说明那个样品 不是黄金 如果没有变化 说明它是黄金 您指的 金色 我们看到A B C 都已经变成白的了 只有D 没有变 所以这四条项链里 只有D 才是真正的黄金 刘飞眼神是真好 那么究竟依靠颜色 来辨别黄金的真伪 是不是可行呢 金黄色是黄金 一个固有的物理性质 但是在没有 这个分析测试 条件的前提下 光靠肉眼看颜色 来辨别黄金的真伪 应该说也是不可靠的 例如我们常见到的 千足金百件 有各种各样的生产工艺 比如有磨砂的 还有抛光的 肉眼视觉感官上 会有很大的差别 其实它的颜色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 黄金它可以通过加入其他的元素 把它的颜色进行改变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18K的金 就有黄色的 有这个红色的 紫色的 蓝色的 绿色的这样的黄金制品 那么它的颜色也不是黄 但它确实也含有相当数量的黄金 好听了柯老师的解释 我们就清楚了 依靠颜色来辨别黄金的真伪 这个方法也是不可行的 前面我们进行了很多实验的验证 已经破解了很多市面上流传的 辨别真伪黄金的方法了 还有一条 我觉得个人觉得应该可以试试 因为古话有证 真金不怕火炼 金子就是练出来的 所以真金肯定是不怕火烧的 对 我知道刘飞肯定是挺这条方法的 小翠你觉得呢 还有那句话 我们家的金子我没烧过 你们之前有金子吗 还有点 但我烧过别的 我烧过别的金属 小时候淘气 烧了什么 烧别人家金子来的 不是不是烧了我们家别的金属 我也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材质这样烧上 但是我觉得好像会 应该会变暗吧 会变黑可能 但金子真没烧过 我就暂时我说可能就变黑吧 就变暗变黑一些 我觉得金子的不会变色 行这么着吧 这屋里是不能动火 咱开始出去 到场外去看一看 为了验证用火 到底能不能辨别黄金的真美 我们的实验员小令 专门到了一家黄金首饰加工企业 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胡师傅 胡师傅你好 就是我们这有两位戒指 就是怎么样用火 来让他们 就是来验证他们的真假 我现在目前呢 我这里有一个火签 温度比较高一点 来对它考虑 能不能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就再试一下 这火苗 那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 这一顿有一千以上 一千多度 一千多度以上 你看红的红的 是 变红的 有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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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烧越亮 好 那我们就输入一个好吗 好好好 这个上面 变颜色了 你看看 变色了 变颜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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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感觉上面有 变黑了 一层水 变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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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黑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有一层铜帝 还有一层铁在里面 铜和铁 铁和铁 然后外面包了一层金颜色的鸡 金颜色的 对 再看一下这个 这是真金的 它怎么烧 它都不会半颜色 又喝 嗯 这可以证明它的 真好讲 主持人 我有一个疑问 我觉得咱们讨论的是 真金不怕火炼 但是咱们刚才看的 那个片子上是呢 不是火炼 是火烧 它如果变成金水了以后 这个成分 或者它的性质 真的也完全没有 任何的改变吗 看我们这个问题 一轮比一轮专业 我觉得还是直接 到外面 咱找块金子 把它烧成了水 来看一看 大家看 这可都是金 咱师傅说了 这么多金子 估计得有四五十万的 现在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实验 就把这个金子呀 完全的融化掉 做成金块 看看它这个金子 在融化前和融化后 它的质量什么变化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金子 放在这个托盘里面 撑一下 撑成重量 看它重量是多少 大家看这个 炕现在是非常精确的 1332.23克 接下来呢 我就要把这个 现在这个收集来的金子 交给旁边这位师傅 让它帮咱们融化了 把这个金子全部给融化掉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是刚才那种枪的大一套吗 对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实验用的黄金全是千足金 黄金的融点大约是1064摄氏度 因此当火焰达到或超过这个温度时 黄金就会很快地融化变为液态 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发生什么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条加工出来后 要在酸性溶液中去除表面存留的一些杂质 还烫吗 好 这个金条已经做成了 沉甸甸的金条 现在我们再把它称一下重量 这些黄金手势变成这根金条以后呢 重量居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还是1332.23克 那么真金木化火炼最真实的本意呢 是因为金在这个高温状态下 它是一般它不是不会氧化的 那么它的颜色不会发生变化 而且它的质量也不会发生变化 就是如果是纯金 那么你经过烧 它的质量也不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它没有杂质元素的时候 它不会有氧化 还原反应 那么产生一些挥发 那么丢失一些重量 那么如果要是不是纯金 那么你要用火烧的时候 可能会要烧掉其中的 就是其他的杂质元素 那么它的重量是有变化的 那最后还是您帮我们下结论 用火来烧金的这种方法 能不能帮助我们辨别是真黄金 还是假黄金 这个方法如果是用于辨别真假黄金呢 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针对普通消费者而言 我们并不提倡用这样的方法 来分辨黄金的真假 因为首先你不可能拿了一块金 就去烧 而且如果要真的把金子烧化 它的温度是要一千多度 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 那么这个是大家对黄金的材料性质 在有了解的前提下 这个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一个实验 但要区别真假黄金 可能用这种方法并不是最好的 对 今天我们探讨了很多种 如何辨别真伪黄金的办法 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方法 都是不可行的 那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 柯老师 究竟如何才能辨别真伪黄金呢 辨别真伪黄金 最科学的办法 是应该在实验室里面 经过化学分析 或者是光谱分析 那么这样的方法是最科学 也最可靠的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人们在购买黄金首饰的时候 如何辨别真假呢 就是我可以给大家 剪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首先要到正规的商家去购买 要索取正规的发票 再一个 要看这个黄金首饰上的印记 那么按照咱们国家 现行的这个标准规定 凡是黄金首饰 它应该有标准的印记 你比如说是千足金的首饰 它的印记应该是 打成AU三个九 快拿笔记一下 AU三个九 如果是18K金的首饰 它的印记应该标注成AU750 那么当然还有标准允许的其他标准方式 比如千足金可以直接写成汉字千足金 那18K金可以写18K金 这样的 就是说一般的消费者 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辨别 那么正规生产厂家生产的黄金首饰 它必须要打相应的印记 那么这个印记呢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的本身的印记 还应该有生产厂家的印记 那么大家看到这样的印记 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购买 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识别真假黄金的 一个最简便的一个依据 都省却了那些什么牙咬啊 手颠啊 往地上扔的这些环节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苑苑老师 您给我的这些是真的吗 哎呀 确实应该到了这个揭晓谜底的时候了 刚才我们都用手颠过了这块 多少千克 二十五千克的 二十五千克 价值千万的黄金 别搞了假的 是真的 哇 所以我们谁也不能把它拿走 那这些呢 这些也是真的 不是 它就是真的是吗 如果是假的 是巧克力 全都给您都没问题 哎 好 看来平时啊 我们还真得多动动脑筋 要不然的话 你面对着千奇百怪的 这个黄金商品的时候 搞不好就上当了 是 而且我们知道的一些老方法 未必好用 没错 希望我们的节目啊 能对大家在选购黄金的时候 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啊 感谢三位的参与 也感谢柯老师 这就是本期的原来如此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节目 可以了解 生活当中的有些事啊 原来如此 下次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